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北魏经过孝武帝改革以后,发展迈入了正轨,但是在孝武帝死后,他的继承者宣武帝,又开始给予鲜卑官僚种种特权, 北魏刚刚取得的前途大好的形式,以更加蓄猛的速度衰亡下去。 内部潜伏着分裂苗头的北魏,抵挡不住外界的起义,和内部争贤夺利的厮杀,地方割据势力重新抬头,最终由东西两派强大的势力高欢、宇文泰,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国。 没过多久,高欢的儿子高杨,宇文泰的儿子宇文爵,先后废掉了东魏和西魏,相继成立了北齐和北周,社会经历了新一轮洗礼,自此被朝的历史走向了终结。 无独有偶,与北方纷争不断的局势相同,南朝的政权更替速度也相当迅速。 灭掉东晋的宋武帝刘裕,没做几年皇帝就病死了,其后经过宋文帝,宋孝武帝,宋朝很快衰落了下去,最终被晋卫军的统帅萧道成灭了国,建立了南齐。 南齐也是一个短命儿,且纷争不已的朝代,很快就被雍州刺使萧衍灭掉了。 萧衍建立了南梁,就是梁武帝。 萧衍的父亲萧顺之,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自家兄弟,其高帝得失以后,萧顺之也得到了重用。 萧衍日后正是以皇族之家作为靠山进行发展的。 萧衍博学多才,兼通文武。 他尤其爱好文学,曾经和沈约、谢挑、王荣等七个人一起在静凌王萧子良那里一起畅谈文学,这便是当时著名的巴友,萧衍凭借字。 萧衍的聪明博学,经常受到不熟悉,他或是熟悉他的人的青睐。 千位将军王简一见他,就觉得他气度不凡。 萧衍的朋友王荣,更是觉得自己的这个朋友,有主宰天下的能力。 萧衍果然没有令大家失望,凭借自己高贵的出身和袁衣博的学识,赢得了稳固的根基和人们的尊敬。 昏庸残忍的冬昏侯萧宝卷几位以后,杀死了萧衍的哥哥萧衣。 萧衍觉得不能再忍受下去了,于是秘密召集一帮同道中人,商议废除。 冬昏侯的大忌 很快萧衍就募集到丰厚的武器装备,起兵反抗冬昏侯。 起义成功后,萧衍拥立新帝,不久萧衍逼迫河帝自杀,自己当上皇帝。 梁武帝登上王位以后,历经图治,勤于正式。 常常深夜还点着蜡烛踢跃奏折,甚至在寒冬腊月,也一手握笔一手拿着奏章,双手因为长时间暴露在冰凉的空气中而策略开,武帝也不曾觉察疼痛,一心扑在奏章上。 有了这么一位勤勉的皇帝,南梁德国。 内局势很快稳定下来。 但是武帝在关键问题的处理上,却犯了重大的失误。 武帝所分析的宋、齐面王的原因,是他们没有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分配,没有一个统一有力的中央官僚机构,一心为皇帝服务。 于是武帝下决心,要平衡朝廷上下的利益冲突。 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,分成两派势力,一派出身贫寒,一派出身高贵。 对于从基层选拔上来有能力的惯例,武帝大家重用,对于自家的那一派人。 武帝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武帝的底线是谋反,只要不威胁自己的统治,武帝从不干预,最大限度地放纵他们追逐无尽的财富。 不仅如此,到了后期梁武帝更是痴迷上了佛教,还数次出家去做了和尚。 满朝的文武百官,看见这种情形当然着急,国家正直出见,每天要处理的各地事物那么多,怎么可能任由皇帝去做和尚呢? 朝中不可无君,朝中大臣们来到同太寺,前后花了数亿财富将其赎回。 但是梁武帝的心,再也不在国家治理上了。 由于他荒废朝政沉迷佛教,不久后南梁就迅速灭昂,新的动荡开启了。